大家好,又到了我們輔助儲存設備的第四講 今天也是這一課的最後一講,大家要特別留意 今天的重點很簡單,就是去認識不同其他輔助儲存設備 即是說我們說了池、光,有沒有其他呢? 記住大家也是,抄筆記,畫個架,寫回課堂 我剛才講解裡面的一些重點可以去抄下 如果有思考題目有些不懂的地方也可以抄在中間 上載去Google Classroom,我也會跟大家講解 其實有很多很多,除了池的輔助儲存設備,光全設備 其實還有很多的,以下就有這裡 第一個包括一個叫做池光碟 池光碟其實我都已經錄了,已經淘汰了 應該知道基本上沒什麼人用了 當時人們會發覺,池和光是有各自的好處的 他就想了,如果我可以把兩件事放在一起 你說多好呢? 接著走些人就真的把兩件事放在一起 大概當時一個都幾突破的 因為他最高達到9.1GB 這個容量對現在來說很濕濕碎 但對當時來說是一件很厲害的事 但anyway,都淘汰了,大家知道這個名字就可以了 第二個就是我們經常叫USB手指 不過人家的名字不是USB手指的 有時我們問人有沒有手指 人家的名字正確就叫USB快閃儲存器 USB快閃儲存器 記住了,跟CPU的快閃儲存器是不同的 USB快閃儲存器 所以他英文其實叫Flasher 快閃儲存器 我猜這個大家都不陌生了 對於這個USB手指儲存器 當中可能你們要知道 除了他本身可以提供了一個儲存空間之外 其實有一些部分是會有其他的功能 例如指紋等等等等 然後有我們的記憶卡 記憶卡和網絲存儲器 我們會詳細說 好了,我們首先說記憶卡 不知道大家認識多少記憶卡 這裡給大家看的記憶卡 你又認識多少呢 其實有些已經是淘汰了 Compass Flash卡 我們就叫CF卡 CF卡是早期我們玩數碼單鏡反光機的時候 經常會使用的 原因就是當時 它的容量和讀取速度 都教其他的記憶卡為之優勝 所以當時我們玩數碼單反機 我們通常會用CF卡 好了,第二個叫做記憶卡 Mamistick是由Sony出的 當時所有Sony產品 比如當時的個人手帳 智能電話 後期的智能電話 都其實是用Mamistick的 不過當然了,智能電話和時間 只是很少擁有疑忽 即使用Sony都未必看到 Mamistick大概是兩寸 大約寬度 寬度相比Mamistick Sony推出的,但也沒有了,其實CF卡也差不多沒有了 ManStick也不用了,也沒有器材支援 另外,就是多媒體卡 多媒體卡我們就叫做MMC 多媒體卡其實跟SD卡很相似的 尺寸等等,當然了,保安容量上會有差異 當時便宜版,你當是便宜版的SD卡 最後,大家應該比較熟悉的 我猜你都未必認識完的 我們會有SD卡家族 SD卡家族應該現在稱霸了記憶卡的市場 現在大部分相機都是用SD卡或MicroSD卡 我們的手機支援插卡都是用MicroSD卡的 中間有個過渡期是一張叫做Mini SD卡 你的尺寸就是in between SD和MicroSD MicroSD就很小 我猜大家除了用iPhone之外 如果用Android機,也會有部分電話支援不到SD卡 當然,你們喜歡打機的Switch,那一張都是MicroSD卡 好,大家記得除了這幾款有個概念之外 你要記住一樣東西 跟我們平時不同,譬如硬碟 我插到USB位就可以了 我們記憶卡必須有一個設備 我們就叫做Card Reader 記憶卡閱讀機 記憶卡閱讀機 而這個記憶卡閱讀機 我的功能就是用來讀取那些記憶卡的資料 一般來說,現在買的記憶卡閱讀機 應該都支援了所有上述的東西 反而Manuel Stick可能沒有 但是,Compact Flash,當媒體卡,SD卡,Mini Micro 有機會你要插個調整器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當你用的mini卡,但你的插槽是SD卡 你必須要有一個調整器 將SD卡,Mini SD,變成SD卡的大小 同樣道理 所以你如果買Micro SD卡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它會有一張大小小的卡 其實那個尺寸就是SD卡 當你插了Micro SD進去那個調整器 你就可以用到其他SD卡的記憶卡 記憶卡的市場其實都爭得很誇張 還有很多不同品牌的款式卡 但到最後這段時間 我甚至乎不是SD 其實是Micro SD卡去做一個市場 我猜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SD卡,即記憶卡 那個容量就OK 而體積很細很方便 你袋子包包都OK 也可以重寫 你可以重寫,不斷寫 所以耗電量是相對低的 所以你看到現在很流行 有一個第三方的儲存空間 好,我們最後會講到網絡存儲器 網絡存儲器 網絡存儲器其實分了幾款 第一款就叫網絡連接存儲器 我們叫Lars 我們通常需要 我們香港的廣東話 英文來講 就叫Lars Lars 接著就會去第二個 就叫做SAN 就是存儲器 就是存儲區域網絡 最後就是我們的互聯網硬碟 或者我們手勢的 很多時候叫做雲端硬碟 其實無論Lars 或者SAN 都好 其實都是 你可以當它一部電腦 而那部電腦 其實預料你長期去執行 而它的儲存量也很高 這個我們就會叫做Lars 通常就是透過網絡去連接 舉個例子 譬如說你家裡 譬如你家裡有台電腦 好了 然後我們如果有台Lars的話 Lars通常就是有些硬碟 有些硬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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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接駁路由器 那我不懂 Router Router 這樣就接駁路由器 之後 這裡也是透過網絡位 接駁路由器 好了 那我部電腦 就能夠存儲到 這個Lars裡面的數據 其實SAN是一樣的 原理一樣的 當然CKAKAPAPAP 它有保安安保安 即是想讓你拿 你便拿到 我不讓你拿 我放在這裡 你也是拿不到的 也做了很多管理的 例如可以幫你自動 backup 我這裏可能有170機,他自己會回收,可以回收 一般來說是多人共用的時候,我們就會用這件事 而最重要的是,我可以設定到,我這個不外出 即是說互聯網不能接駁,只是在我家才接駁,都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SAN也是,我不特別去到說了 但是後來慢慢有了一個叫做互聯網硬碟,或者互聯網硬碟的故事就改變了 我們慢慢就不要那個Lars,原因就是要設置,放電腦在這裡也要浪費電 不如我放上一個雲,我們又沒有什麼秘密 所以變成我們會放在雲端硬碟 雲端硬碟裡面就很簡單,我們save進去,透過互聯網 去到舊互聯網,我們就把資料儲存在 然後只要我能夠上網的話,我就能夠拿回這些資料下來 甚至乎有一些供應商做到,其實你不覺得那個是舊互聯網硬碟 好像平時我們用的硬碟一樣,你不會很清楚 所以我們就會叫做雲端硬碟,或者叫做互聯網硬碟 OK 當中我們要記住,怎樣去到將檔案,你想Google Drive的經歷就可以了 怎樣將檔案丟回去上雲,然後分享給別人,這個你們就要知道的 好了,去到這裡 今天都差不多了 我們就看一看今天的功課 小明就想將50GB的影片 透過記憶卡給小梓 但是除了記憶卡之外,其實有沒有其他方法 你建議那個方法給記憶卡有什麼好處 第二題同樣也是 小薰想將照片透過雲端硬碟分享給小強 除了雲端硬碟,有沒有其他方法 究竟你的方法相對雲端硬碟有什麼優勝 最後也想你描述如何把雲端硬碟的檔案分享給人 好了,今天我們就去到這裡了 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